极简高颜值和精美的咖啡馆出处可见 但是雪兰儿书邦在野近来 却开了一家以爬行动物为主题的网红咖啡馆 上门消费的顾客品尝饮饮料餐点之余 还能欣赏各类包括了蛇 蜥蜴和狼猪等野生爬行动物 喜欢的话甚至可以亲自领养或是购买 一起去看看 过去几年特色主题咖啡馆在我国犹如雨后春笋 雪兰儿书邦在野这家开张不久的主题咖啡馆 和其他同行业者略有不同 店内没有梦幻治愈的花卉森林或可爱的猫狗 而是蜥蜴 独独蛇等等较常见的爬虫类 还有蝎子和狼猪 像是马来西亚吧 很多我们的地鲜鲜 地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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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为狼猪失败了 所以我希望展示众们这些东西有趣的东西 我们可以使他们有更好的看法 蝎子和狼猪失败 年仅20岁的咖啡馆老板表示 他希望能够借此让更多人理解爬行动物并不可怕 有的还比毛小孩更温顺友善 只要有耐心 谁都可以和他们玩在一块 值得一提的是 这可不是一家普通的动物咖啡馆 它也是个领养庇护所 为店里的小动物寻找新家庭 一拍即合的话 还可以直接买回家当他们的新主人 最近我的朋友 brought a snake here from this cafe and told me all about it and I thought I wanted to come here and try and buy a snake I'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snakes and kind of like iguanas those types of reptiles but because I moved around a lot I didn't have the chance to keep them and usually if you go to like a pet store you're not really allowed to touch it right and I saw from the photos on Instagram that you can like interact with them so it's like quite a cool experience 老板表示 欢迎热爱爬行动物的人 随时上门聊天交换心得 同时鼓励其他民众改变观念 尝试接受和培养 对爬行动物的兴趣 因为毕竟爬行动物 在任何生态系统中 都扮演重要角色 与人类息息相关 请勿续请勿继续 请勿续者 ì 爬行动物 因为它自然之后 都扮演 但是不能再次地面 躯 爬行动物 ospel心 会 祸豆 感谢观看